对了 少爷 听侍女房的嬷嬷说 苏小婉一整天都没回房 她指不定去哪儿偷鸡了吧 她一个女孩子 大晚上的不回房 在外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你说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找找她 管她做什么 里头还亮着灯 说不定人已经回来了 苏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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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行 别说那么多了 赶紧把她拿下来 这晚晚了 这晚晚了 您大假光临 有何贵干啊 苏小婉她人呢 刚才还在呢 她还在呢 怎么一转眼 人不见了 那你们放的这个水瓢 她也参与了 我就搞不懂啊 大半夜 她在自己屋里架个瓢 干什么呀 这是我们想看门 结不结实 不想出了这样的事情 放肆 放肆 你们玩什么把戏我不管 这里是顾府 顾府就得有顾府的规矩 苏小婉跟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这样对她是什么意思 少爷误会了 我们跟苏小婉闹场玩呢 是是是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少爷对不起 我们知错了 这里的人 每人罚半月月风 其他的事 让管事看着办 是 都怪你出的馊主意 这下好了 以后大少爷怎么看我们 就是 就是 你衣服都湿透了 快回去换件衣服吧 我去园子里走走 是 少爷 我看你一晚上心不在焉的 有心事啊 我 我能有什么心事啊 真的 在做什么白日梦呢 我其实 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那个玉佩 玉佩的事其实我 你别动 你脸上有只蚊子 你不是要帮我擀蚊子吗 是 蚊子跑了 光了一天也累了 我们回去休息吧 靠近阿叶哥哥 怎么不会心跳加速呢 慢点笑 小心 大少爷 大少爷怎么来了 你认识大少爷 你得帮我个忙 我这几天得罪大少爷了 不能碰见他 你得帮我想个法子 你也得罪大少爷了 是啊 我以为全府上下 就我一个人会得罪他呢 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也是真的 这样 我来引开大少爷 你赶紧走吧 谢谢啊 没事没事 来 来 来 谢谢观看